这个以美丽宝岛台湾 命名的福尔摩沙马戏团 是第一个登上爱丁堡一岁节的台湾马戏团 它结合了传统跟在地的文化 街头跟剧场艺术的美和马戏艺术 赢得了满场喝彩 而这些观众不止基隆 还吸引了很多外地民众来参与 这是我们艺术家乡的计划之一 所以我们把一些艺文表演的活动 直接进到社区里面来 让小朋友让家长能够就近的 就看到最精彩的一个表演 那现在后面站在演出的是今天的压轴 由我们福尔摩沙马戏团所带来的一个演出 所以满满的都是小朋友 大家玩得很开心 也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首先先非常感谢我们金融市政府林荣昌市长 还有我们金融市文化局所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其实它在上个礼拜就要举办了 那因为是台风的关系 所以延期到今天 那也非常感谢老天爷在今天 有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你看看现场的活动都是孩子 那也很开心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 一同来到我们现场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还有马戏团 那相信这都是一个让孩子们在地方 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而现场的乌龙派出所首次到寄雍出差 现场也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拍照打卡 让七毒铁道经验园趋势人气弥漫 那我想今天特别来到我们七毒铁道公园 那我们文化局今天办的这个 就是那个乌龙派出所 今天真的来了相当多的这些民众 包括外县市 还有我们七毒区以外的一些 其他区的一些民众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铁道公园 算是百年的历史 那今天借由这个乌龙派出所这个活动 刚刚我跟那个副局长 稍微聊天 未来我们文化局 会重视这个文化保留这个部分 比如说以后呈现这个当时的 那个时光背景那个年代 像那个台北 像那个宜兰的那个吉米娃娃 怎么样把它做这个印象的呈现 比如说检票员啊 或者在月台卖便当 或者是我们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去坐火车 怎么样把那个印象的 当时的年代的故事 把它呈现出来 希望说未来我们文化只要重视这里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仅存一个 铁道的文化仅存就剩下这一个 我希望说文化局以后会重视这一个部分 带动我们周边的商机 也对我们基隆市的这个整个 未来这个整个就是说观光 整个带动相信会未来会非常好 记者黄润升基隆报道